你们说那些遇到所谓真爱 然后又离婚的人 最后都过得怎么样 唐欣是我最好的朋友 在前几年的时候 他跟他老公提出了离婚 在他眼中他老公就是那种 又木讷又不懂浪漫的人 唐欣当时对坐在沙发上 玩手机的那个男人说 我要跟你离婚 我实在是跟你过够了 只要你同意离婚 我宁愿净身出户 儿子的抚养权我也可以不要 他老公以为他是在发神经 但是没想到唐欣说 我没有发神经 我早就受不了你木讷 不懂浪漫 不知冷知热的性子了 与其天天吵架 还不如趁早离婚 然后他老公考虑了一下说 为了孩子 你不再考虑一下吗 其实最后来唐欣说 他想到儿子 其实心里还是很犹豫的 但是唐欣一心只想追求理想中的爱情 然后他就说不能 但是我会常回来看他 虽然我不赞成为了孩子凑合着过日子 但是我还是觉得唐欣做的有点决绝 拿到离婚证那天 唐欣是特别高兴的 就是那种打心眼里高兴 我这个朋友吧 算是我为数不多的朋友里面 比较有出息的 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生产部总经理 就算是净身出库 但他每个月也有几万块的收入 他的日子也能过得很滋润 其实后来唐欣说 这个婚当时也并不是非离不可的 导火索就是因为一个人 这个人叫周凯 这个周凯是唐欣公司楼下一家咖啡店的老板 这事情的起义呢 是这样的 一天唐欣下班呢 正好遇到下雨 他就给他老公打电话 想让他老公过来接他 但是没想到他老公却说 哎呦我这一去一回用的油钱 都够你打车跑三个来回了 你自己打个车回来就行了 唐欣呢当时就被气得挂了电话 谁不想被捧在手心里 就在这个时候周凯打个伞过来了 因为唐欣经常去他咖啡馆里喝咖啡 所以两个人吧也算是熟人 然后这个周凯就对唐欣说 我看这雨啊一时半步也停不了 要不然去我店里喝杯咖啡 然后这个唐欣鬼使神差的 就跟着他去了咖啡馆 进了咖啡馆之后呢 这个周凯把他安排在一个角落的位置 给他端了一杯咖啡 正喝着呢 就感觉到有一件大衣 哎 披在了唐欣的肩头上 哎 要不说这个伤心的女人 太容易被感动了 就是这个小小的举动 在对比唐欣自己的老公 让唐欣心里觉得 这种温暖的感觉就更强烈了 那天晚上也是周凯送唐欣回家的 从那以后我这两个人 就经常在微信上热聊 作为一个已婚的女人 唐欣其实很明白自己在做什么 但是他跟我说他就是控制不了 但是让唐欣下定决心离婚呢 是因为一次出差 这以前嘛 这唐欣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差 不知道为什么 这次他竟然给周凯发信息 说我有点害怕 这周凯呢 就把自己的咖啡馆 交给了店员打理 他就直接飞过去 陪了唐欣整整一个月 唐欣说要换成他老公 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 因为在他老公眼里 这就是不上进 是赚不到钱的 但是有些女人嘛 他就是喜欢这个男人 能为他豁出一切的这种样子 他越跟周凯在一起 这种想离婚的感觉 就越强烈 这个周凯呢 也明确的表示 只要他离婚 他就会娶她 结果呢 就有了咱们故事 开头讲的那一幕 唐欣就跟他老公提出了离婚 这离婚一年之后 唐欣就再婚了 对象就是周凯 但是跟唐欣所期待的不同 他跟周凯的生活 也是一地鸡毛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才明白 周凯温柔的皮囊背后 到底隐藏了什么 那天唐欣刚停跑车 没想到上来一群人就把他团团围住 唐欣当时非常警惕 但是没想到那群人丢给唐欣一堆账单 然后那群人说 这些可都是你老公欠的钱 如果再不还 逾期费用肯定会越来越高 我劝你 还是趁早替他把钱还了 唐欣打开账单一看 这钱竟然是一年以前欠的 也就是唐欣跟周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唐欣整个人都是懵的 但是让他更懵的是 当唐欣去找周凯问清楚的时候 周凯竟然跟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这周凯说 这一百多万 还不都是因为你欠的 你天天想要浪漫 过生日要送你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情人节要送你卡地亚手镯 你心情不好了 我需要订机票 带你去土耳其做热气球 这个哪样不需要钱 唐欣这才恍然大悟 哦 合着 这就是自己花钱买来的浪漫 在唐欣恢复理智之后 他想了一下 其实这个周凯啊 除了浪漫 除了知冷知热以外 好像也没有其他的优点 现在呢 唐欣还不得不跟他一起承担这一百多万的债务 这让我想到啊 原来我看过一句话 说成年以后 我们都已经过了用耳朵去谈恋爱的年纪 但是 你想想 情人节送你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玫瑰 跟努力赚钱 让你没有后顾之忧 这两件事比起来 哪个更浪漫 就拿我老公来说吧 他从来都没有说过什么我爱你之类的话 也没有主动提出要过什么情人节 但是 冬天半月里 我上厕所回来 他会把我动得冰凉的脚放在他身上暖 在我眼里 这就是浪漫 有些人说 这感情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新鲜感 但是我觉得 好的感情并不是跟不同的人去体验新的事物 而是跟同一个人去不断的发现新的事物 就像唐欣 他为了追求理想中浪漫的爱情 连孩子都可以不要了 但到最后生活 都还是一地鸡毛 甚至过得还不如以前 其实有的时候 男人的浪漫需要你用心去体会 不要停留在表面 况且 有的时候你眼睛看到的 也未必是真的 怎么说呢 对于今天分享的故事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欢迎大家用弹幕和评论的方式来告诉我 但是不要忘记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